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那其实就是在整个专案管理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一些问题 例如说我专案明明其实就做完了 那为什么客户不买单或是为什么客户都不上线 对那其实后来就可以发现说 因为其实他没有这个专案他其实我们要deliver的东西 他没有达到客户的痛点 那就是也没有去实现到客户心中想要的那个价值 他可能不觉得这是他想要的东西 所以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找出说客户心中的价值是什么 或者说我们要怎么样去评估 这个被选方案是不是值得去被执行 那么就是大家知道就是之前 Simon Snake他有提供提出一个golden circle的理论 那这个东西呢他其实可以应用在很多个领域 不过我觉得他也可以拿来作为一个解释 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被assign了一个task 那我们可能会知道说哎我要做什么 或是我会知道说哎那我要用什么样的流程 我要怎么把它做出来 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并不会去想说 为什么要做这个专案 那这个专案他的目的是什么 那同样的我觉得很多决策者他可能也会有一点 有一点这样子的倾向 就是说他今天要做这个专案的时候 他可能没有做过一定的评估跟分析 但他可能就会决定说好我就要做这个 那这样可能会最后导致做出来东西 并不符合客户心里所想要的 就是说你没有做到对的专案 那再来就是说有时候你可能会想说 哎我的公司已经这么多年了 那怎么样为什么公司的版图都没有去扩张 好那那找不到商业机会 那到底公司是缺乏什么能力 那怎么样去找到公司的缺乏的能力 跟就是他公司应该要额外要再具备 要再加强什么能力 那这个在PBA的课程里面其实也都有提到 再来就是有时候呢 我们会需要去跟客户啊 或是业务去讨论需求 结果竟然发现对方竟然连自己要什么 都好像不太能表达出来 或是他不太能了解说他自己要什么 反而是有时候看到别人 或是看到对手的产品 发现哎这个有这功能我要我要 可能就会是这个情况 所以又导致哎这个需求一改再改 然后最后就是整个发散 有可能又造成啊就是需求需求非常的乱 然后也没有办法去做追踪 那所以我们也要知道说这个需求的管理 跟追踪应该要怎么做 所以我这整个过程当中就是呃在整个专案呃 要找到对的专案来做的话 那再加上怎么样去管理需求这部分 那我想在呃商业分析的这一块都可能都能够给予帮助 那我我这边底下就会有几个小漫画 然后透过这个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说在这个呃商业分析的课程里面 我们可以学到什么 那首先就是大家有可能有人会觉得说 哎商业这个需求引出 不就是我找这个人找那个人谈一谈 然后我就知道有什么功能了吗 就感觉起来好像跟右边这个图在苹果这个一样 好像很简单 我看到了什么我就拿下来 但实际上其实并没有这么单纯 因为因为在整个需求引出过程当中 首先你要先知道 你有没有找到正确的利害关系人做访谈 如果没有的话你的这个 你你你你可能会呃错错估 那你可能会提供一个错误的方向 那导致你并不没有最后没有在做正确的专案 那再来就是说你有没有办法真的实际上 呃访谈到这个实际的使用者 那举例来说好了 假设你今天要负责做一个呃电子脚疗的系统好了 那你不太可能真的去接触到这个囚犯 然后去访问他说哎那我要怎么样 怎么样你需要什么样的的的功能 所以其实实际上呃有时候当没有办法真的去访谈到实际上的使用者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怎么处理 那再来就是说呃利害关系人有时候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或是他就知道他他知道好我就是要做这个 可是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做这个 举例来说如果呃他可能老板会想说 哎我的mobile team最近好像蛮清闲的 那我不不如我请他来做个打棒球程式好了 可是可是为什么要做这个 他可能可能老板自己 当时候也没什么特别的idea 那这个时候其实啊商业分析师 他就需要去厘清这个高阶需求 去了解说这个东西今天我们要进行的专案 到底想要解决的是什么样的商业问题 或是想要掌握什么样的机会 那再来就是有时候呃你访谈的过程当中 你可能没有办法呃对方可能没办法提供足够的咨询 或是他觉得他不觉得你需要这么多 所以其实最后你在整个需求引述的过程当中 其实会像右边这张图就是你会到处的去找呃用各种方法 然后去找到去挖到真正的需求 那再来就是呃每个不同的stay holder 他们可能都有他们自己对这个专案的期望 或是你可以说是奢望这样子 那所以每个人都都有自己最最care的部分 那你要怎么样去把需求做分析跟排序 那另外就是说因为需求也会不断的去呃变更 客户可能今天看到这个东西 或是他看到你的成品 他又别的idea 他又想到别的东西 那他就需要你你去改 可是有时候你一改 你这个这个签一法而动全身 你可能假设他今天改这个需求 他可能不只影响到这个需求本身 他可能会影响到你不同的invive的团队 他可能影响到你目前正在开发的某些task 他可能也会影响到就是你跟这个requirement相关的 有相应性的一些其他的requirement 所以说这些东西我们要怎么样子去追踪才能在一开始呃 当客户提出这个需求变更的时候 我们我们我们才能去做冲击分析 然后去决定说这个需求我们到底要不要去执行 那所以这些部分其实都是呃 在呃 在呃 毕业的课程里面 我觉得是可以学习到了相当有用的部分 那你说除了学这些之外还有什么额外的好处 那当然就是呃 可能妈妈教你整理房间的时候 你可以有很多原因 这样子就是下面这个漫画 但但是我我我觉得认真点来说 其实就是呃 当你学会BA的时候你可以用BA的思维去分析 哦 专案我们要解决的问题跟跟可能会可以掌握的机会 就见书见领 所以一方面你你可能对于你在执行这个专案 你不会不会开始一直觉得为什么要做这个 那你你可能你可能可以用一个比较有ownership的概念 然后去执行然后也会比较有向心理 那另外就是如果你同时具备了商业分析跟专案管理的技能 那你你就可以do the right thing do the things right 就是你可以同时你可以只把做对的专案 并且把这个专案做对这样子 那另外就是PBA证照 他其实也是一个呃专业能力跟自我学习的一个证明 因为呃 其实PBA这个证照在国外算是蛮有用的 那在国内因为现在考的人并不那么多 所以他其实含金量我觉得算蛮高的 那当然有一些雇主他其实呃比较重视别的 像PMP证照啊可能会是这样子 可是我认为他他在我们自己呃看专案的这个角度的那个视野会不太一样 那另外就是说哎你如果未来想要担任商业分析师那当然你必须要学会这个技能 所以说对于呃关于商业分析师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你要去访谈啊你要去客户那边 你要你要去不同的团队那边收集很多资料 然后可能觉得哦好专业好酷哦 但是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自己就是自己认为就是商业分析师的比较角色比较会像是中间下面这个图就是好像一直在打仗 然后你要一直一直去收集各种需求啊然后去找各种resource这样子那所以说最后的情况可能就会像右下角这样就是瀕临崩溃这样子 那不过我觉得呃以长宏的这个PBA的课程来说啊他其实有给我们一个比较系统化的的理论的介绍跟上海有Wallshap的实际演练 所以我觉得这个上面会帮助帮助我自己非常多 那这边就是稍微跟大家呃介绍一下我的准备过程 那一开始就是呃上课前一定要预习跟做立体因为呃上课前做预习的话就是你可以知道你不懂的地方在哪里 所以你到时候呃上课的时候你就算平常很想打瞌睡但是你一定你知道你不懂地方在哪里 你一定可以马上在那个时间非常专注的把你不懂东西弄懂 那再来就是因为我们的讲师其实非常专业所以我我觉得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就是让就是实物经验的这么多的讲师然后你一定要想办法跟他请教 然后问到他不要不要这样子然后这样子你就可以学到非常多东西 那再来就是课后复习就不用说了其实后面哎假如大家有上有跟着长虹就是PMP也是在长虹的话 其实你就会知道说其实一切就是follow长虹的SOP 那该考的是要定要要按时去考这样子那念书的部分我其实在整个domain的准备上面我会是空一块时间来看 就是呃例如说因为我因为我之前有发现说如果我在domain跟domain就是假设在准备这个domain我看到一半 然后我可能去做别的事再回来我前面东西会忘记所以我会想要一整个domain然后空一个时间出来看 但是如果有零碎的时间我会拿来做一些背诵的东西像包括呃PBA的五大流程图或者是像一些TT的使用情境啊或是他可以达到一些什么目标 那这个是我在整个念书的呃分配时间上面的的的的差异这样子 那么准备的教材呢就是大家现在应该手上有拿到就是呃第一万到底五的长虹讲义 那再来就是pin bag那pin bag非常重要建议大家一定要看英文版的因为呃首先就是第一个是因为长虹讲义它其实是一个重点式的整理 然后有时候你只看长虹讲义你会不知道他到底在干嘛就是说你会不知道哎这个这个情境要怎么用这个model用起来会长什么样子或是哎这个tool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需要被使用 那他pin bag他是一个practical guide的所以他其实里面有非常非常多例子绝对可以弥补就是绝对可以当做一个辅助就是说呃你你想要了解实际上的使用情境的时候他会非常有帮助那再来就是因为这个这个PBA的考试他其实是呃全英文的就是没有辅助语言 所以你然后他又很喜欢考情境题就是那个英文非常多嘛所以你要先去熟悉这些专有名词所以也是会建议说一定要看语言文就是但大家可能很幸运手上有拿到中文版那我当初是呃因为是上那个tkb的课 所以我我没有中文版我就是从头到尾就是看英文版那tkb在我考试之前从从一开始到考试之前我总共看了两两点五次对那呃比较细节的部分就是之后读书会再跟大家分享 然后再来就是总复习30题也非常重要就是一定一定要专心听这样子 那题型的部分呃其实大部分都会是情境题那他情境题的考法呢有有三种第一个呢就是他会提供个情境然后会你要仔细看说他最后要问的是什么因为他那个情境可能有很多东西可以问你 然后他的答案有可能会跨domain因为有一些工具或是有一些呃技术他可能不是只有在一个domain可以用 所以他就会去用一些别的domain东西来扰乱你那第二个情况是反面的提供一个情境然后跟你说哎他现在造成了一个怎么样的灾难因为他做了什么样的决策做什么造成什么样的灾难 那他就会问你说那这个BA本来应该要怎么做他就可以避免这样的情况那第三个就是他是正面的问你就是他给你也是一个情境然后跟你说哎那你接下来你是BA你应该要怎么做 那TT的部分的话呃其实他还是一个情境但是但是我觉得这种情境比较是你一看你就会知道说他其实就是在讲某一个工具或是某一个技术 所以这种部分就是我觉得一看你可以马上选答案的那我就把它归类成TT但是他绝对不会是那种什么问你下面哪个是lucose analysis然后下面给你一个fishbone diagram绝对不会是这种 他还是一个情境但是但是你知道你只要了解那个每一个tool跟每一个model他要在做什么什么时候可以用那你一定选得出来这样子那之后就是不免俗就是会有一些来乱的因为像呃这个PPA的考试他其实有一些题目是不算分的所以有一些就是很很奇怪的有时候其实就就表里他就你就跳过就好了因为呃他是有一些 所以就是只来乱你的屏幕这样子那考试流程我我自己就就不特别详细的介绍因为我相信到时候呃要上场之前应该还会有个说明那我记得PM success里面也有也有说明那其实主要就是呃考试的部分主要是四个小时然后有200题那全部是英文题 然后目前的话现在变成是两阶段的测验那中间你可以决定要休息或不要休息这样子那因为现在covid19所以呃也进阶变成有线上考试的这样的的服务那就到时候呃要考试之前可能会再可以再跟大家做分享那这个是我去年考试的结果 好那其实大概就到这边